北京时间9月16日凌晨,为期三天的2018年,国际泳联游泳世界杯多哈战结束,本战赛作为第一赛段的最后一战比赛,以终于50米长翅赛,中国队在本战比赛上共获得209同共11块奖牌, 匈牙利名将霍斯祖是本战赛夺奖最多的运动员,在三天的比赛中,他共参加了15场决赛,赢得期间一赢次同12枚奖牌,当地时间9月14日,霍斯祖在夺冠后,当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国际泳泳游泳世界杯,多哈战女子400米霍克用决赛中,匈牙利选手霍斯祖以4分39秒57的成绩, 夺得冠军,尼古社新华社发两战比赛过后,根据国际永连积分排名规则,瑞典选手沈斯特伦和俄罗斯选手邱普科夫分别排名第一分段赛女子,男子积分到第一名,并赢取了对应奖金。 摄斯特伦,又和俄普科夫分领奖后合影。 图片来源,Final国际永连微信公众号中国队,派出参加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多位年轻选手,他们在独哈战比赛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第一个比赛日图片来源,外美国际永连微博中国队共收获两枚铜牌,周缠珍女子四百米自由用第三名,成绩为四分13秒62。 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国选手周缠珍在比赛中,尼古车新华设发,吴宇航男子四百米自由用第三名,成绩为三分55秒57。 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国选手周缠珍作和获得男子四百米自由用同排的中国选手吴宇航在颁奖仪式上,尼古车新华设发,其他中国选手成绩为。 李欣宇女子四百米自由用第六,林哲奇男子四百米自由用第七,尼古车新女子二百米挖用第五,张志豪男子一百米挖用第五,董一反男子一百米挖用第七。 9月13日,中国选手引拳仙在比赛中,尼古车新华设发,第二个比赛日图片来源,外美国际永连微博中国队选手收获了五枚铜牌, 张思诗女子一百米挖用第三名,成绩为一分十秒三十五,尼古车新华设发,将运如女子一百米挖用第三名并列,成绩为一分零二秒四十七,尼古车新华设发,林哲奇男子一千五百米自由用第三名,成绩为十五分五十七秒二十四,尼古车新华设发,五宇航男子二百米跌用第三名, 成绩为一分五十九秒八十一,尼古车新华设发,林哲奇吴宇航、李新宇、张思诗男女混合四乘以一百米自由用接力第三名,成绩为三分四十秒七十六, 九月十四日,中国的选手吴宇航、张思诗、李新宇和林哲奇从左至右,向观众挥手致意,尼古车新华设发,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当然赢得了两赢二同,分别是,周缠珍女子八百米自由用第二名,成绩为八分三十五秒六十七,女子八百米自由用决赛,获斯足在上一战喀山战书,给了中国选手周缠珍, 本战,两人再次交锋,获斯足状态好了非常多,他以八分三十四秒五十八获得冠军,周缠珍成绩稳定,他以八分三十五秒六十七获得亚军,中国另一选手,李新宇九分零一秒二十八获得第五,九月十五日,周缠珍在比赛后,尼古车新华设发, 江韵如张志豪张思诗连哲其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混合永接力第二名,成绩为三分五十八秒三十六,江韵如女子二百米自由用第三名,成绩为两分十四秒五十四,九月十五日,江韵如在比赛后,尼古车新华设发,张思诗女子二百米混合永第三名,成绩为两分十四秒二十三, 2018年国际泳泳泳世界杯赛一战将于九月二十八月至九月三十日在荷兰阿英过温举行,此后的比赛将进入二十五米短时赛。